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所做的调查研究 在睡觉前滑手机 只要滑八分钟 就会让人晚睡一个小时 好可怕 八分钟跟一个小时 它是有原理的 因为手机有长坡的蓝光 这应该包括平板电脑吧 长坡的蓝光 会活化我们全身的交感神经系统 所以我只要被蓝光照射八分钟 我的交感神经 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状况 至少一个小时 所以越滑 精神就会越好 就越难入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我有 可能我已经觉得很困了 因为我早上这么早起来 我可能觉得很困了 我一旦拿起手机 我觉得说我睡觉前 我好像要把事情整理一下 我可能就会看一些line 回一些line的一些资讯 简讯什么等等 我在滑手机的时候 我只要滑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发现我开始不想睡觉了 所以这恐怕真的是跟全身的交感神经系统 就会造成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还有出汗 血压升高 所以如果高血压的话 好像在睡觉前更不应该滑手机 也不应该追剧 对不对 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理由 回去叫我先生不可以滑手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研究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上面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再改善的 好 那么这则新闻 我不是在帮他做广告 那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美国麦当劳宣布说 包括了大麦克 还有他有一个4盎司牛肉宝 还有快乐儿童餐等招牌产品 将不再用任何的人工添加物 包括人工防腐剂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等添加物 通通都不用 当然他这个宣布呢 只有宣布在全美国14000家的门市 那我相信他当然对于全世界来讲 影响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我讲这个东西的目的 不是说要大家就因此可以放心去吃 不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特别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现在觉得说食品安全跟食物安全 当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可是我自己开始认真注意之后 我发现我们消费者可以做的事情 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多而且容易 如果说只是 只是 只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那每个人负担很重 那也不对 但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来的容易很多 就是你去看那些背后的一些标示 他有没有天 因为现在规定都很严格 那我只要 他那个 比如说食品成分 食品的成分 他的那个顺序一定是要按照比例的顺序 比如说你第一项 我举例来讲 橄榄油 你第一项是什么 他这个东西的比例就必须是最高最高最高的 然后呢 其次比例的就放在第二个 然后再来第三个第四个 就他那个顺序都是是有原因的 那所以我只要看到 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化学成分 除非我非要不可 而且他放的位置很后面很后面 否则我根本就不买 我的原则就这么简单了 我现在已经变得那么简单 然后他的那个成分表里头呢 还会列出来包括了说脂肪里头还会去分反式脂肪 然后呢还会这个比如碳水化合物里面 还会去分什么糖占多少比重啊 然后蛋白质啊占多少比例啊 什么等等的 我们多看两眼 我们可以不被价格来驱动 而是真的以他的安全成分来作为我们的选择标准 那么你说价格价格不重要吗 我不能说对每一个人都不重要 我不能这样讲 我相信有一些人只要吃饱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更何况要吃到安全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是如此 但是各位我也相信在台湾应该50%以上的人 60%以上的人是有能力 我就算多花10块钱 我就算多花100块钱在吃的上面 我就算多花200块钱在吃的上面 那么消费得起的 我不去 我可以把别的东西买名牌包包省下来 然后我在吃的方面 让全家人吃的安心又好 你说做不做得到 以我而言我认为我做得到 我也相信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做到 我也相信在我们镜头面前 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们 大部分的人都做得到 那这个时候 当你自己去选择以价值 作为你的选择的重点 当然就会逼迫厂商去转向了 你认为麦当劳为什么要转向 他转向其实也意味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好 这个最后谈一下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川普 第一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 是还在升温当中 现在全世界已经不会觉得 它是短期的事情 已经相信它是一个长期消耗战了 包括中国大陆也是如此认为的 所以习近平才会说 这是我们自力更生的时候 等等的 他就是一个长期战了 那么第二个是 全世界的贸易战的风险 是不是在升高 是的 那么这个升高纯粹因为川普的因素吗 不是的 而是各国彼此之间 现在内部都面对了 内部的民意压力 我不要讲民粹压力 民意压力 因为内部的贫富差距 逼着各国 必须要在全世界的自由贸易上面 去做改变 那么你看现在美国跟加拿大 这么麻吉的兄弟之帮 他们现在为了贸易 彼此之间相互的放狠话 你看到川普说 我就不要跟你们总理杜鲁道见面 虽然两个人现在都在纽约 然后杜鲁道这边 加拿大这边就说 我们根本没有打算要跟你川普会面 美加现在贸易协议 10月1号之前 如果没有谈成 那阿富塔是有可能破局的 可是彼此之间还在如此的放话 那也传出来说 川普跟马克宏的两个人呢 这个相见不欢 甚至于呢 川普在这个两人会面的时候呢 标骂马克宏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全世界的贸易的紧张关系 不纯粹是因为川普这个人而已 而是因为各国内部都有民意压力 所以全球的贸易 我们必须谨慎看待 好 所以回到今天的每周选书 早起读书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 是商周出版社所出版的 全球经济的关键动向 那么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财务规划师 然后也是自己创立了 右上基金的经理人 缺右上老师 老师 教师节快乐 老师早 早早 凤心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缺右上老师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头 真的已经几十年了 三十 三十年 三十年 好 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 之一啦 哈利邓特呢 哈利邓特二世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从某种角度来讲 他跟川普一样 自大狂 这样子 但 然后有一些东西呢 他讲得太斩定 而且我不见得同意他的 可是他有一些观点 是非常独特的 比如说他看到的 科技跟整个社会文化变化的 那个脉动的大趋势 他看到现在全球面临 一个重大的转折关键点 然后他看到的人口 在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一个人一辈子的消费循环 那么其实是可以看得到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消费循环的 对 那么你怎么看哈利邓特 这位作者 跟你一样啊 这本书我看是少数 我们常讲说又期待 又怕受伤害 这本书是我相信很多 我们也在谈这本书的时候 也也很想让这个读者 或了解就是说他很多内容里头 他蛮呈现的蛮多 那有些你会觉得可能不能认同 有些你觉得其实有值得 像你刚才提出来 他隐藏在某个角落里头 他看到的一些一些趋势 一些想法 所以他是一个混杂很多的 所以如果说像有些书 你开始铺陈 你一路下来 你可能会跟着他 他的部分有时候前面 尤其是前面那个谈周期的部分 我就觉得是 连我那么喜欢看书的人 我都觉得 特苦 对对对 那不是说他完全没有 那他已经进入了我们讲的 可能是叫投资玄学 那个玄学或者就是 以八卦粘卦那样来讲 你可能这个东西 这个猪哥孔明 你在什么时候 祭坛一祭多少时刻 那个峰会期 那个部分里头 你就觉得哇这个他的脉络里头 比如说太阳黑子 比如他说用两百年 然后一百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五百年 两百五十年 八十四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的三次 他等于是八十四 那你就不是 就有点很进入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占卜八卦的部分 你不要讲 很多人还特别迷这一套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谈这本书的时候 应该就是说 我们觉得他有趣的 值得探讨的 或者有些东西 就是说一些人 我避免免得很多人 一进去一看 哇 先进入到这个地方里头 那有些人如果对这个喜欢 那这本书里头 所以我说他 呈现的是非常多的面向 那怕给读者 就是一进去混淆 觉得说 我们两人谈这本书 好像推荐这本书 结果看了他觉得 可能前几张他看不下去 就很多很精彩的部分在后面 我反而是这样讲 我觉得呢 他的书 要把我把它分成两大块 OK 一大块是他看趋势的方法 对 方向 是 那么以及可能可以考虑投资的标的 这些呢 是我赞成的 我应该这样讲 但是他所有刚刚我们提到的 数字有关的周期 什么250年周期啦 什么84年周期啦 然后什么10年周期啦 28年周期啦 我通通不赞成 对 因为他的学理的基础上有点弱 我们设置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个总体经济里头 那但是他就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提出来 就是周期的部分 但有些人特别喜欢看 那我觉得也OK 但是我们想引领某些人就是提醒你 就是他可能前面的地方有很多障碍 但是他后面有一些观点是不错的 如果说因为前面这个你忽略掉后面 又有点可惜 所以你已经点出来几个 比如说人口 你刚才讲的人口 你看那个早期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时候 因为人口太多 当时是限制一态化 而且你可以看那时候奇奇残道 那个很多很多乡村的时候 是生下来都要你要留掉 你不留掉都那个 你可以看当时这个 因为他预期人口 那时候好像北大的谁也在谈 这个你看我们当时也是两个小孩子恰恰好 对 一个不嫌少 对一个不嫌少 现在呢发现才一个嫌少了 对 希望两个刚刚好 三个更好 更好 所以你可以看他也在变 可是从那个就是说 我最近写了一个就是 退休规划 这刚好这期的商周出的一篇 我在有个专栏里头写退休 我说退休规划 最后我引用就是郭台铭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阿里山的神木之所以伟大 不是今天你才发生的 而是种子在四千年掉在地上的时候 那一刻就已经产生了 所以你刚才讲的人口的趋势 从国家来看的话 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中国大陆 可能他的人口红利已经减少了 现在看到的是印度还算不错 那他这本书里头也谈到一个印尼 印尼你可以看那么多外劳里头 那他们赚的外劳回去 印尼也应该是会是一个可以启动 你就从这个人口里头 因为他有人口多 所以他可以出口 然后赚的外汇 你看到中国 台北火车站里面也是礼拜天进去 有很多人 那赚到的外汇 他慢慢就会带动他内需 中国大陆也早期也很多飞兵走的国家 所以我想人口趋势就像你讲的 确实 而且从财务规划师角度的 人口的 你的年纪的一个消费 也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一点是 哈利登特他比较独特的一点 一般人比较少碰到的 就是一个人 一辈子 其实他是有一个消费周期的 比如说你一出生的时候 那你当然你没有赚钱的能力 你只有消费的能力 那但是你从出生的开始 你的消费的重点会是什么 你父母会因为你花什么钱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教育经费 会越来越一直很多 然后呢会有一些些制装费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可能花在那些轻型消费上面会比较多 然后呢接着呢 可能到了三十岁三十几岁的时候 会买第一栋房子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能之后因为家里头的成员增加之后 你会买第二栋房子 就换比较大的房子 所以买房子最花费最多的时刻 以美国的研究是47岁 平均平均47岁 然后接下来 接着小孩就大了 大了之后呢 你小孩子就就开始慢慢的 离你而远去之后呢 然后在美国的经验来看 大家就开始会换小房子了 这时候你的房地产的支出就会减少 然后接下来你什么支出会增加 你的医疗支出会增加 那照护的支出会增加 所以这一个消费循环 这件事情他哈利顿特 他其实前两本书里面呢 有很认真的拿了各国的消费的那些相关数据去做人口比对 然后去画出那一个曲线图 因此此时此刻这个国家内需当中什么会卖的最好 你回头去看他一二十年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前的人口的出生的数字 你就会知道了 没错 所以你基本上像这个少子化或人口过多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发展方向 所以人家所以前一阵不是说少子化是个国安问题 事实上如果说 但是当政者你有多重视这个问题 对 所以其实少子化比如你干大学 那因为台湾现在处境去 比如我们刚才讲早上在进步一件事情谈到一个民粹 因为很多东西不敢有作为 所以不敢有作为呢就只好让他呃台湾话台湾话叫 就是大小大学里头招生不足 然后让你慢慢倒 这是一种方式 因为不敢提前作为 对 只好让他发生的时候大家来解决 喜高喜挡灯 没必要的出汗 所以现在是我们的少子化 其实如果以这样来看 他其实是之前你就有 你可以看民国时代那个谁就谈到中国人口太多 以至于粮食不足 他做的东西里头 他调整的速度都慢了一点 包括中国大陆现在调整 我们调整是更慢 对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当然除了这一种 所以要观察一个国家未来有没有值得投资 其实人口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觉得邓特在这方面说的是相当的完整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 他看到的全球大的这个变革的这个情况 革命 民粹 地缘政治 以及金融到底有没有泡沫的风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些大格局很重要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 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上周出版社所出版的 全球经济的关键动向 在我们现场的是财务规划师 诱上基金经理人缺诱上老师 好那么缺老师 我们就进入这个哈利登特这个全球经济的关键动向 哪一些关键动向 他当然他这里面分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驱动大变革的力量有哪些 对 那第二个部分谈的是到底有没有泡沫 金融有没有泡沫 股市有没有泡沫 债券有没有泡沫 房地产有没有泡沫 第三个部分就是他当然认定是有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那在这种大危机当中 有没有获利的方法 我们先来讲 这个大危机的背后的经济基本面当中 或者是政治社会文化基本面当中 他提的这因素哪一些你是特别觉得值得注意的 基本上 应该是对我们来看就是 他第一个他先想说这个形成泡沫 我们关心的就是说 第一个他这个东西会不会形成泡沫 有没有这个逻辑合不合理 念财务学里头 我这个记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就是叫assumption 就叫假设条件 比如说你这个假设里头这个变数有五个 你这个要先把说某A跟B不动的情况之下 这个跟这个之间的关系 要不然你五个变数同时在谈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是谁造成的了 所以他会先把比如五个变数 他三个先固定 那这两个来讨论 然后接下来再加一个进来 那你会发展出来 那他的这个 所以我们我在看的时候 就是说他这个变革力量 到底 比如你觉得合不合理 那这是一个 比如他讲的一个周期 那这个的周期里头 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认为他是合理 因为春夏秋冬 任何东西涨高的一定是 涨高的一定要回跌 跌升一定要反弹 所以他如果用周期来讲 其实某些程度也是合理的 对 春夏秋冬你不可能人 保险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就当时我去美国的时候学姐 叫life expectancy 就是人的生命预期周期 比如说这个东西里头 其实跟文学也很接近 你看 比如这个人活到以前 人的寿命78岁 男性以前在美国78 那慢慢上去可能82 所以当一个人到85 以后现在我们80岁 是包红包 过世是用红色 因为他在预期里头 以人的生命来讲 超过80岁 已经是有点超过 那85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我现在95岁 你就知道 距离中国人讲叫百年不远 所以他这个周期是合理的 只是他用的这个合理 周期呢 又加了很多的 就是我刚才讲 投资的玄学里头 就变得让他有一点点玄 这个就是我比较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又可以脱离开的 那脱离之后 你觉得他所提到的那一些 因为他特别提到了 现在的科技变革 是跑在整个社会文化变革之前的 对 而社会文化变革 又常常跑在我们人类基因之前 对的 变化之前 所以一个大的科技变革 会隐含着 后面会有一个整个社会 乃至于牵动到经济的大变革 没错 这个东西 我这样讲 有些人可能 尤其像你这么喜欢思考跟读书的人 这句话可能就 就进入你 然后还很深刻 那我们刚才这样讲 很多读者可能不会很明显反应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的科技变革里头 我们讲了 人家说最近这一二十年可能变革最大的 脸张中某可能那天也在讲也同意的 物联网 物联网就是internet 这个internet里头 就因为那天大家是在讲就是设置 我看到那个是陈文坚在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太太现在也常常滑手机 所以说我坐在他对面 他在滑手机 陈文坚就说你在抱怨 他说没有 我没有跟任何人抱怨 那你可以看到网路上大家也讲说 家长呢 这个一二十年叫我们不要相信网路上的消息 现在呢 是不但相信 而且还传line给你 而且叫你一定要看 所以刚开始你可以看从这个的变革里头 那你看这个 家长你看我们就说 line还有叫家长族群的line 因为这个他变成他生活中的一个重心 跟朋友之间的互动 那早期你可以看他科技变革的时候 你看internet泡沫的时候 美国那个最后一麦的时候没有完成 那个网路的铺设 人家认为说 这个都是 你可以看2000年高科技泡沫的时候 所有网路公司都不赚钱 你也无法 大家也无法想象说 我可以在网路上付款 我可以网路上购物 设置商品 那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经过这个一变革这样破灭上来之后 网路然后iPhone的出现 iPhone出现之后 再开始把所有的这个application internet这个line 微信这样搞到已经 中国人已经离不开微信 台湾很多家长也离不开line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变革 你可以看他的 这个变革就引起销汇了 所以文化的变革已经改变了 你以前问好 现在人家是说 我们在远端问好 然后见面的时候 皮子用手机问好 所以这个文化的变革 是前面科技来得快 对不对 所以这样言下来是对的 不过他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科技变革 比文化社会的变革来得更快 我举一个更更明显 但是呢 我们反而没有注意的事情 工业革命 我们知道是18世纪出现的 从发明蒸汽季开始的 但是有了工业革命之后 才有现在学校 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 其实是不需要现代学校的 中国是世俗 然后呢 其实在其他的国家 没有什么所谓的小学啦 没有幼稚 更不要讲幼稚园啦 没有什么中学啦 大学 那么是大家彼此宗教 思考的一个地方 没有现代的教学 是因为工业革命 它需要有大量训练 良好的劳工 所以才开始有了现代学校 所以你去想工业革命 改变的是整个的教学体制 这两三百年的教学体制 其实是因为工业革命 需要这样的人 那以后我们变成了 物联网时代之后 请问一下 我们的学校教育 还跟得上物联网 所需要的人才吗 如果我们跟不上 难道学校教育 不用做一个大变革吗 可是学校教育的变革速度 一定跑得比 刚刚缺老师所说的 蜡呀的这种使用 还要更慢 那其结果就是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我们跟不上之后呢 我们就会形成 整个社会的大变动 对啊 那基本上是对 这事实上世界上 一直是变革的 那它的驱动大变革的力量 其实有些是决绝 我认为是对的 但是就是说 到最后的结论的 那个部分里头 是有意思的 那这本书里头 当然会谈到泡 但因为泡沫是下一个节目 我们很快的 把这个结束之后 就谈泡沫 不然我们时间来不及 对对 那我看可能是 这个部分里头 我可能我们快看 因为这个变革的力量 我想每一个人分析 都有它可取 比如说人口 你看人口化一减少 那台湾的整个经济 就产生的问题 就很严重 少子化 很多行业就被迫 离开就往 人口多的地方靠近了 那美国呢 是一个人口化 我就以为 它没有太大严重消失 因为它有移民 对 那所以呢 谈到经济里头 也有很多 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说 能够改变台湾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建立一个好 而且又友善的移民环境 他说你要培养一个小孩子 哇 那成奇 要长大 这个成人何其不中意 他说如果你是 好的开放移民政策 吸引有专业人力的来 带着资金来 带着技术来 你花二三十年 都还不一定的培养 那你可以如果说台湾 比如说空气 相对比某些地方干净 很多香港人 好像也蛮喜欢来台湾的 因为它相对的自由 所以台湾其实是 也有人常认为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改善移民环境 就是有良好的移民政策 吸引的不是一些低阶的 是高阶人 这些设施是 全世界很多顶尖大学的人 因为他也可能喜欢台湾的 民风的善良 文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也是一个诉求 所以你刚才讲到的人口里头 那我在美国里头观察 就是说为什么 他可以吸引那么多人 就是他的政策 跟他的很多的制度里头 我叫做be with honey 就是蜜蜂会去找 那个有蜜的那个环境 所以你把环境养起来 就是花若盛开 蝶会自来 就其实道理是一样 那台湾里头 如果说我们要谈变革的时候 有些国家这方面 就持续一直做的还不错 美国 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 现在可以开始挖很多全球的人才 那台湾的反而是流失 那所以你说 如果这个变革重不重要 那当然重要 所以如果执政者 或者我们都关心的时候 你看你自己的环境 没有营造 所以你的人才是外流 培养了大半天 人才是外流 不过这全球的大变革来讲的话 这一点呢 其实我们可以要关注 我们就接下来来谈 可能缺老师特别关心 到底有没有泡沫呢 泡沫是一定有 泡沫一定有 但是有些泡沫是在某些地区性的泡沫 以他房地产来讲 日本当时在最 我记得我在美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美国的那个曼哈顿 有没有机会去 曼哈顿的那个洛克肥的中心呢 是他们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地标 我很多年这个 还没有双子星的那个大楼 被被炸之前去过 是是 他那个每一年的那个圣诞书 是在全美国 他在那个直升飞机上 像康乃迪克那一带 找到很漂亮 我们这一段快要结束了 老师 以谈泡沫来讲啊 日本当年是把整个东京卖掉 可以买美国 那日本做了一个错误动作 进去买美国的房地产 好 那现在整个的北上广深呢 可以把卖掉买美国 所以这个泡沫 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 很明显就下来了 那台湾的房地产 北部地区 我认为也有泡沫 如果以地区来 美国 我说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住在里普林斯顿 还不很远的地方 大概30分钟 二三十分钟 这样的地区如果以台湾来看 那是哇 那普林斯顿那个地方 普林斯顿我常常经过去 我记得他的地方就是控制的 不会有过度开发 不过当然我们不是说 地区要告诉各位 哪一个城市有泡沫 哪个城市没有泡沫 而是说整体而言 会不会有一个地区的泡沫 影响到全球 比如说像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还有另外就是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股市上面的泡沫 有没有在市的泡沫 我们必须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美中学书早起读书 我们先预告呢 下个礼拜为大家介绍的是 基本收入读本 基本收入这四个字 全民基本收入呢 这四个字 这几个字呢 现在在欧洲讨论的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必须要 拿进来讨论 不代表说 我们非要支持那样子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 是已经必须要进入思考的一个时代了 尤其在人工智慧的时代 可是回到今天的美洲学书早起读书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 商周出版社所出版的 全球经济的关键动向 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 财务规划师 右上基金基礼人 缺佑上缺老师 也欢迎大家呢 上news98的官方粉丝团来看直播 缺老师 我们其实就必须要很快的进入第二部分 他谈到底有没有泡沫 我们不是谈每一个城市 到底有没有房地产泡沫 因为不是要大家去买房地产 而是全球的金融市场 股市在市 乃至于房地产市场 会不会有大的泡沫道 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大波动 我刚才为什么会先举地区性 是有他的道理的一个思考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 我们想一想 它有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金融大动荡 好像也没有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指出 我普林士顿 我朋友附近的东西 包括我附近所居住的 因为美国的我房地产的泡沫 影响全球可能机会比较大 对 所以当我指出美国 像曼哈顿 可能房地产有泡沫 但美国很多地区 而且美国现在很多贷款 它是非常严格的 严格的程度里头 因为它经过金融海啸泡沫 所以你觉得美国这一次 不会再复制2008年金融海啸的那一次 我认为不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思维 跟它这个书里头的东西 我承认有泡沫 包括中国大陆房地产的泡沫 那你觉得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泡沫 会不会影响到全世界呢 基本上我认为机会比较小 而且中国大陆有它的方式去 让它的泡沫看怎么消化掉 那这是他们现在头痛的问题 也正在研究的问题 但是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里头 做一个有可能会大连结了 像全世界嘛 但我一直觉得说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不那么的明显 只是大地区里头 所以当这个比较安心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看是怎么来解 那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我们就做 如果日本是相对的 那也就是说 我认为中国大陆房地产的泡沫 可能不会延续到那个设置 应该不会造成全球性的 这个东西 这第一个思考 那第二个呢 他用了一个比较重 那我们就拉到金融市场了 房地产 因为他终究其实最早提到的 而且一直琢磨比较多的 还是在金融市场的泡沫 而不是房地产 对 这个部分里头 那我们就来回到 他引用了一个巴菲特指标 这是巴菲特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 他的国家的股票的市值 跟GDP的一个对比 如果以来看的话呢 的确他已经超过了 2008年金融海啸 设置现在直逼已经可能都是往1929年 1929 设置已经超过1929 应该现在是看 还有的跟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 是大概是在150 150也就现在大概在131左右 到131 就是说距离高科技泡沫里头 已经很接近 已经超越了2008年 超越1929 可是巴菲特为什么最近 他觉得美国股市没有问题呢 就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这个作者引用了巴菲特说 你这个指标 现在已经是要泡沫崩盘了 其实不是巴菲特指标了 对 他只是用这个名字 可是其实并不是 因为巴菲特有提出来 在他的财新杂志里提出了这个 巴菲特提出来的时候 是在金融高科技泡沫完之后 他提出来他认为 所以那时候高科技泡沫 他不是他没有进吗 大家来那时候想了解说 你为什么会没有 当时觉得美国股市偏高 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 在财新杂志 这本书里头叫做 巴菲特叫神域 这个书里头巴菲特 有很清楚的指示 谈到他这一段 那我现在就是要提一个例子 是说 作者引用了巴菲 我们还是先姑且他成巴菲特指标 因为他用了四五种指标 不是只有这一种指标 不是只有一种 我现在讲的是 还有喜乐指标 对 我现在指的是四种指标里头的 巴菲特指标 喜乐指标也偏高 那喜乐指标可能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了 我们先回到 因为既然是谈巴菲特 喜乐指标也可以谈 喜乐指标里头 现在已经高到31以上 那31的话 我想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本义比 我想奉行可能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本义比是10的话 如果银语不动 你10年就回本 那31的话就本是 你银语不成长的话 你要31年才回本 所以越来越高 是一个危险性 它已经超过了金钟海啸 好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巴菲特指标里头 本尊却就认为 巴菲特认为说 现在还好 美国还好 那原因出在哪里 有一个关键的数字 这里面没有那么紧 紧接的提到 就是当时在2000年 高科技泡沫的时候 跟2007年 整个高科技泡沫 巴菲特用那个指标 整个崩盘的原因 是在哪里呢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关键点就是在 那个直利率 利率 那个时候的利率 一个是5%跟6% 当大家觉得说 我再放在证券市场 我就可以得到5%到7%的投资暴走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投资你股市的东西 但是现在呢 美国标普大概股利是2% 值利率呢 现在10年起才2.87%左右 就是这个因素太低 巴菲特说如果这个股 那个值利率利率上升到 可能在5到6的时候 那这个泡沫一定下崩盘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关键点 所以大家要盯住的 也就是前证 美国10年期公债 10年期公债 所以这个利率是偏低的 现在最新的是3.05% 3.05% 在这个数字 好 这个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所以屈老师 因为我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 那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如果怎么应对 大家讲了半天怎么应对 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点里头 比如说今年这个人 你的年纪是40岁 我们第一个承认有泡沫 而且股市也相对高点 相对高点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防御性的 那怎么办呢 我都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是40岁 你的公债的防御性工具就买40 尽量买短期 他认为买长期 我认为利率现在还在低 所以买短期的 不是他没有建议要买长期 他没有 他是说等到他崩盘了之后 才进场 不是现在 对对 风轻很仔细 因为这个建议很重要 对对 他的前后次序就是 因为一崩盘之后会进去衰退 所以说他就会锁定长期利率 所以凤兴盖的弹数条件 我把那个讲完 比如你现在是40岁 你就买40%的防御性公债 短期的 现在买短期的 那剩下的部分60 你会进入到美国股市里头 你也可以进入股市 我会个人建议就是台湾的0050 还有美国的标普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优质的政府公债 就是投资级的 好 如果你担心 他邓克讲的这个风险会更高 你把你抢成你是40岁 你去再退后一步 把你当作你是50岁 或者55岁 你多一个防御性空间 那我告诉各位 你去 你如果有空翻一下的这个东西 从2000年高科技 包摩都一路下来 你用资产配置的主要观念 就是输在起点 现在我就退后一步 可是等奔盘下来的时候 你原先的那个防守性的工具 开始进入到攻击性 那你就是赢在转弯点 叫弯道超车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工具 各位 你不要管他会不会崩盘 因为有可能不崩盘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你并没有支持他说 完全不投资 没有 没有 他现在是短期之内不投资 这样子 他是短期 他短期不投资 短期不投资 因为他觉得在两三年之内会崩盘 他其实认为2017年底就要崩盘了 但是他一定会预测对 为什么 他一直往后演 没有 他说2017年到2020年 那就说 所以呢 他认为说现在先不要投资 等到 而且崩盘的速度会很快 然后呢 等到他到了底点的时候呢 那债券市场的部分 他反而建议可以去考虑 美国十年期公在资 但是那时候 美国十年期公在资率 必须要上升到四以上 他才觉得有建议的价值 之前听到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